给大家点自信啊 就放开手去做跨境电商 因为跨境电商跟国内电商对比的时候 它的成本会高一点 门卡会高一点 但是在整个链条里边 橱窗带货 它还是能给你带来一点希望的 换到之前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难度 但目前整个市场的反馈 各个国家的反馈 我看到的结果就是 只要说你有账号 出单率还是比较高的 可能达不到说一下爆单 但是10个号只要铺上去 三四个出单是非常正常的 你只要说上量 那基本上是稳妥的 最起码不会赔钱 这个账号也不怕大家去看啊 因为本身就是软件去做的 这个很多 我跟很多同行去看过这个东西 很垃圾 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但是没办法出单 因为这个账号也是几十块钱买的 想去批量去做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出单啊 给大家说一个话题 因为最近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我本身做资讯服务的 这个东西给大家就说了 很多人不信 你这个东西账号都让你看到 这个东西你只要上量就行 因为国外的审美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人不太好伺候 很多人你想做TK的时候 你就仔细去看看 你买个号进竞选联盟看看 你看看它的价格 你就知道比国内还便宜 当你去挣美元 挣英镑 挣马来 挣东南亚这个钱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这个东西比国内卖的还便宜 那这个原因是平台给的补贴 还是说其他因素 咱们不去考虑 但是作为小白 作为刚起步来说 它是能挣钱的 我给大家传达了这个概念是 你只要去TK上找一条赛道 坚持去做 如果说你没有钱 就投入直播 咱们就先不搞直播 就先去搞账号 账号你搞十个八个 就像现在一样 小黄车 它肯定是能出单的 之前我不敢给你肯定 但目前这个状态 出单真的是非常容易 你放点图片 只要说不这个违规 那就出单 因为之前给大家说过一个话题 大家一直没有在意 很多人花钱问我 怎么快速出单了 怎么去快速报单了 我都跟他说了 因为我测试这么多东西 我基本上没有去写很复杂的教程 但是看过我视频 基本上每一节都可以算成教程 基本上每一节都算有点突破 有点概念 很多人是把我视频看完 其实我的视频如果说分到七秒八秒视频的话 现在基本上快上万了 每个视频都很长 因为这个东西给大家讲的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很多人说让我再去写这东西 真的没时间写了 太多了 我自己都感觉多 我自己都忘了之前讲的啥东西 但是现在出单确实很容易 很多人花钱想让我给他一个方向感 我能给大家的一个真实的建议 TK赛道真的特别多 如果说你钱不多的时候 你就搞小黄车账号去做 因为这个东西在能够运用成本里边成本是最低的 并且他能保证后期在你投资过程中 我给大家算笔账 手机你最后如果不玩 你按汽车去算 账号 如果说你像美区账号 你一千五 甚至说千八块钱一项还是能卖的 比如说你算这个账算到最后时候是不会赔钱的 很多人小白想直接都开干直播什么的 我接触我很多团队 本来干直播 后来又去干小黄车了 因为养五个主播可能都要四五万块钱 但是四五万块钱买了很多账号 买了很多云控 这种科技去做的时候 匹配这种各种软件的时候 他付出的代价比较低 获得的收获还是有的 所以大家慢慢会算这笔账了 做直播网络嫌疑的也不行 所以每年人都在研究专线了什么的 大家看我视频也知道我专线已经扔了非常多的钱了 为什么很多人跟我太老动 我不想去聊太多了 这都是心酸事 但是说了还不信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 我走过坑 你们肯定还会走 即使你花完钱请教过我 但是我保证 百分之九十九的都会还走过这边路 因为成年人都比较自以为是 我也是 所以说有时候不听劝 去测试各种东西 我能给大家的信心就是 我现在所测的东西成本是极低的 但是有结果 很多人开着店回过头问我 就是能不能坐小黄车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能坐小黄车 软件上直接上了十个号 随便发 每天我只要挣一个号 挣一英镑就OK了 我觉得只要上量就行 这是最起码我能看到钱 这边还买着其他软件 这一周光买软件 已经扔了一千多块钱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去不给大家去讲 这个怎么产号或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我已经走过来了 还要再去走回头路 没有意义 老的行家一听我的话都知道啥意思 因为只要把号晒出来 躺着也挣钱 从最早上周我说那个视频 跑到一百二十多英镑 到现在两百英镑 其实已经半个月不发视频了 因为我之前说的提钱这个问题 我解决不了 折腾了一百多次 找了很多大人能帮我去处理 钱给了到最后又退给我了 实在没招 因为我研究东西还是比较深刻的 目前 如果说你国内如果说你国内人还想做这个快进店上市 我给大家整体的思路 大家可以听一下 不用大家去花钱 第一找能采集图片的软件 第二能批量剪辑的软件 批量剪辑我不需要功能特别多 只要说能把图片素材或者说素材能合到一块 哪怕改的烧温面全非都无所谓 反正都出单 我刚才视频开头说了 那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 那个账号可以去看 这种视频就出单 现在再加上这个独立网络 这个独立网络不要用飞机厂就行了 独立简简单单的 基本上市场上百十块钱 一百多块钱就够了 一个账号下边放五个号以内 不要放太多 五个号以内 就一个IP放五号以内 这是我最近大量测试的结果 就能出单 这样我们保证你的号出完之后 比如说我直接上五个号十个号 出来三四个号 那剩下的号不值钱的 那生涯的号大家记好了 生涯的号如果说没有小黄色不出单的时候 退休让他退休放起来 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 你去试一下直播 只要进人扑手 就把这个号钱再挣出来就足以 因为你做的所有举动 大家都看在眼里 都是实在在的 发视频的号 他永远不会去坑人 每天去做视频 买过号的人都知道 他也不是傻子 他看这些东西都知道有底 所以说卖出去的东西 他是能把人家回回来的 因为做直播喜欢经常发视频的账号 所以说当一个号退休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定的价值存在的 大家灵活去考虑这件事 所以说号慢慢慢慢去记领 大家再把这个中心放在去找 单独类目 如果单独类目的合作商去做 去合作 这样去富能兽 你才容易挣钱 如果说你都想买百货 又想卖这个 又想卖那个 你是很难沉淀的 即使你把软件加起来 当你的团队 或者你个人去剪辑 比如说服装 剪辑保健品 或者剪辑日用品 或者说剪辑美妆 你习惯剪辑这种类目的时候 你的所有网感都会随着你的剪辑去升华 但是一旦跨类目的时候 不能说你没有灵感 但是你的灵感绝对没有单向做一个类目 要快 效率要高 本来一个人能剪好几十条视频的 但是一旦说今天这个类目那个类目 你的灵感就是比较杂 这个是很难去升华的 像我一定投广告 就像投广告 我们要投哪个东西 基本上几天要看上千个视频是很正常 每天都要去看视频 看视频相当于洗脑 把自己脑子这种逻辑感 全部洗成这个产品的属性 这样的话才会是正向发展 所以说那些想花钱请教我的人 我这个视频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不要有恐惧感 现在真的是B站应多小王者都出的 挣不挣钱 完全考虑 因为只有在量的工中 你才能筛选出号 不要去谈什么IP了 什么玩意这个东西 因为我所接触的资源 真的还是蛮多的 我都不想去探讨的话题 大家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去乱花钱了 差不多就行了 符合市场价买一个就OK了 顺势而为 这给大家建议 顺势而为 可能你看不到的东西 官方都在补贴